今天這位嘉賓很特別 那原來我的媽媽都認識她 就是常常在面子書Facebook上面 看她的直播賣海鮮 她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覺得她在她的領域裡面 有一個非常創新 以及改革的一個新的做法 而且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那當我在和她聊天的過程中 其實我可以感受到一個非常 非常棒的一個經驗就是說 她雖然現在很紅 她現在的月收入可能 她公司的月收入有接近兩三百萬 但是原來她當初的自己呢 曾經有經歷過一個非常難過的一個挫折 就是身上只剩下七塊錢 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經歷 讓她下定決心 以及也知道說自己應該真正往哪一條路去走 所以今天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學習 究竟我們這位嘉賓怎麼樣呢 從當初這個困境來到今天成為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這個面子書的直播 非常棒的這個主播 讓我們來一起來聆聽我們UMANS的故事 我們來看可能一看 然後再次一看 essay activates 些細節 再次好了 我們覺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卖信用卡的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强的一个老板或者很强的一个直播员 因为我们都是第一不怕人 对 不怕声 不怕声 我们不怕陌生 我们可以见到每个都可以说可以讲 看着镜头没有一个人 我们也可以讲 比较能突破自己啦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累积了很多这种销售讲话的技巧 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因为累积的不只是讲话的技巧 累积的是经验啦 还有就是面对人群的那个 做银行之后就存了一笔钱 我们就开始做一个开一间火锅店 跟几个伙伴我们就开了第一家火锅店 成绩还不错 然后第六个月我们就开第二间火锅店 第六个月的时候 第八个月我们就马上开第三间火锅店 说得好快 所以我们在一年里面我们就已经开了三间火锅店 总共我们就三间火锅店 所以成绩都很好吗 那三间 成绩一直以来都很好 中间会有发生一点事情 我相信那个我们待会会再讲的故事 然后 其实为什么会踏入这个直播行业呢 其实是很奇怪的一样事情 因为我的人是对每一样事情 我们都感觉到新鲜感 其实因为我们每一次出道去 看到每一样小事情 我都会把一个事情 说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成一样生意 或者可不可以把一件事情 转成可以福利到我们的人 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生意的角度左右 我去到一间海鲜饭店不能说名字 我也忘记是哪里了 坦白讲 但是我带我家里人去吃海鲜饭店 那时候经济是有出了一点状况 我还是在做着我的火锅店 火锅店 但是经济是有一点小状况 可能比较紧的那时候 对 我就打开那个菜单 没有 我在看 为什么 其实海鲜是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你会突然间想吃 半夜你想吃 大热子你想吃 对吧 我们 可能生日你们想吃 但是突然间你想清楚一样事情 或者你口淡淡的时候 你很想吃海鲜 想吃螃蟹 想吃虾 甚至带子之类等等 当我们去到海鲜饭店的时候 我们一看 价格好高啊 价格好高 对 为什么一只龙虾可以卖到200块 对 300块一只 袋子 为什么袋子炒菜都要100多块一点 是 或者甚至80 90 100 一只虾可能100 150块 这样的价格 谁 谁能 谁能负担得起 为什么只是在中等以上的家庭才可以吃 为什么不能 我就开始有很多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每一个家庭都能有的 有 有 有 可以吃到我们想吃海鲜 有 因为甚至我知道有一些人是 可能 完全没有吃过大头生虾 完全没有吃过龙虾 完全没有吃过帝王蟹 完全没有吃过带子 或者有吃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只能吃一次 或者两次 而且整会做 一人吃半粒而已 就没有了 一人拿一个茶 一吃半粒 谁让他吃第二粒的时候就没有了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变成这样 是人民的关系吗 还是老板的关系 还是批发商的关系呢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 其实我的生意都在做着 我那时候是在想着 如果我能做得到 我在想着什么办法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还是不能做到 我是在往着这一边 这一方面我们就想 因为我的人是 没有不可能的 没有可能人家能做到 我们不能做到 所以我就开始往这一方面 开始摸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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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怎么样 我拿的海鲜 直接给到我们的顾客 然后他们 每一个家户 他们可以吃到好吃的海鲜 而且 不用付到那么贵的价钱 就比较便宜咯 所以我们就想到做直播咯 因为我有看人家的直播 第一 我新手做直播的话 我们省了租金 省了开销 省了人工 当时我们也是三个人做而已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做到三个人做 就是你负责做直播的主播 另外一个就负责拿订单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 我自己做主播 我也自己包货 我也自己包货 出货给顾客 送货 我自己驾车送货给顾客 我当时也是自己驾车送货给顾客 是 所以就从中呢 你就看到说 原来大家都面对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就想尽办法去想要为大家解决 同时间 你也将这样的事业来创新改革 所以其实将这个海鲜搬上面纸书来 用直播的方式来售卖 你从开始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直播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效果吗 有人马上会支持吗 还是有没有开始很多订单之类的呢 我的经验会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我做的东西 是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人做 虽然我现在没有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做过 因为我做的创新就是说 我一开始做直播 那时候其实也是有人做直播 但是不多 可能有一些水晶的 其他不一样的产品 卖衣服 卖海鲜的应该还有好几家 有几家 但是不会太多 不成熟 在这个行业还是算是不成熟的 是 当时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就把一个创新的方式 摆入在我们的直播上 但是当时我们做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预算到 100%是亏钱 因为我们是烧烤海鲜 不要生的海鲜 我们烧烤了 再送给顾客 是没有运费的 哦 这么好 完全是没有运费的 就先烧烤 好 再送去给顾客的享用 对 他飙的时候是神的 活的 就是冷冻的海鲜 飙了他就跟我们说 可能他15号还是20号 他们要做一个聚会 所以我们就在20号7点 我们就送过去 租好 送过去 所以这是一开始的一个概念 开始的四个月 前四个月的一个想 我们已经 当我们讲出这个方法的时候 其实我们 我们是很明确的 我们是第一 我们需要的是增加顾客量 需要的是增加顾客的信任 不求赚钱的 其实开始那四个月 其实那时候也是没有什么钱 也是比较紧的时候 但是我们也是想到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我们没有一个特点 所以我的名字叫虾王 因为那时候我们 我们主要烧的东西是 主要送给顾客都是虾为主 大头生虾 龙虾 老虎虾之类等等的海鲜 都是虾 所以我的名字 就刚好叫到虾王 所以当时我们的方向 可能和一般的主播 直播台他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怎样开始 从一开始 也许没有什么人关注你的时候 然后怎样开始去建立那个粉丝 就是透过你刚刚的那个说法 对不对 那是第一个说法 其实 就是 如果你想做直播 开始我做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 我们会比较细心 我们 创造是第一 然后我们开始做维持 然后开始放一个角色 给U-Mens 我们开始让更多人认识的 不只是虾王 开始让更多人认识的是U-Mens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照片是我的样子 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样子 而且你很特别 所以你还穿着西装卖海鲜 那个是我们一个很细心的动作 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穿西装卖海鲜 而且是坚持每一天我都会穿的 因为我要让人家看到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人穿西装卖海鲜 他不记得我样子没有关系 不记得我的名字也没有关系 他记得我的服装 就有一次我就刚好看Facebook 那个时期就是唯一拉那个直播 看到怎么这个人穿西装卖海鲜 马上进入我的脑海里 我就记得你了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是我们的Marketing之一 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策略其实也可以教导很多的创业家 所以不要跟着传统的模式去进行 其实很多时候从这些小细节里面 你跟别人做的有点不一样 就可以马上吸引人的眼球了 对不对 我们是做一个传统行业 但是我们不能有那个传统的思维 我们做的方式是 把一个传统行业 我们把它革新换新 翻新 而做一个新的一个模式 但是如果你套入一个新的模式 但是你又一直不懂得怎么去创新的话 这样你要做直播行业会比较难一点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创新的一个行业 没有历史的行业 对我觉得呢 从刚刚你所分享的直到现在 我就发现到您的身上 特别具备几个很强烈的特质 第一个你很勇敢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一开始说 其实海鲜也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 都在可能海鲜的那些餐馆 售卖的 可是你却将它办上直播 这是一个很勇敢的举动 再来你很创新 就是你大家都是直播 可是你不会只是说卖而已 可是你用很多的小技巧 很多方法来改变 所以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说 勇敢跟创新 再来可能我想更加了解的是 怎样开始 将这个变成有 一万两千人同时在线收看的一个节目 你知道吗 而且是 不管是我的妈妈 还是我的客户群 大家都认识你 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 分享一下怎样建立呢 这个粉丝群 其实第一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做到可能在这九个月里面的感染力来的 我们的粉丝是一个感染一个一个感染一个 不只是便宜 东西是好吃的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人的本性嘛 如果我在 我 我有一块钱买到一架iPhone 我第一件事 如果我是一块钱拿到一架iPhone的话 我拿到回家 我第一个心情 我会确认一下这个iPhone 是不是真的 对嘛 这个是一个人的心态嘛 如果你原本要一千块买到的海鲜 今天你两百块也给我买得到 第一件事情 他第一次吃 或者他第一次被朋友介绍的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评判 就买回去 马上试试看这个海鲜是不是真的好吃 如果是真的好吃 他会感到惊讶 如果他觉得这个东西还可以 不是很好吃的 他可能还不会去介绍朋友 就这个价钱就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的东西是好吃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船至少食 为什么我讲至少食 因为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人做得到 而且他是不可能在外面买到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 我们的策略 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策略 我从一开始没有 通常人家是送这普通的海鲜 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送马来西亚最贵的河鱼 每一天我都会送一到两条的忘不了 所谓的忘不了 一条都是一千到两千到三千块 我是天天送 怎么送呢 就是他买了超过一个数额送吗 我送的是观众们 你今天没有跟我买过任何样东西都可以 你只是需要有追踪我们的Facebook 知道我是谁 有追踪我们的直播 就可以有机会拿到我们的礼物 我们从忘不了 送了过后 送P30电话 很多种类的电话 我们每一天都会送 送电视机 送冰箱 我们一直会做不一样的Event Day 然后这些Event Day都会吸引到我们的顾客 而且我们是用真心福利他们的 他们买到的东西 真的是至少便宜过市价 超过一半的价钱 太好了 所以照你这么说 刚刚我已经讲了 你的特质就是非常勇敢创新 然后同时我又看到你们非常有策略性 就是说你不会只是一般的买卖 然后同时在整个直播过程中 你还会抓着观众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让他们能够透过你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可以让更多人来支持你们 再也非常的慷慨 哪里有人可以做到这么的大方 很少的 对不对 我觉得你们很大方 我们是当做回馈 因为我们这一个月 只是当当送东西会给顾客 至少量是整百千一个月 一个月整百千送出去 送给我们的顾客量 因为有些得标我们还会送 还没有得标我们 还没有买过任何东西我们也送 可能一天我们送几样 到最后我们也会送 看完直播的人我们也送 哇 难怪粉丝这么爱你 他们从头看到尾都会拿到福利一样 就算没有拿到福利他们看也送 看到人家拿得奖也很开心 嗯 好 那我觉得上半段的采访呢 真的是很开心 我觉得说你真的是 带一个很多幸福给我们的观众群 那同时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后呢 我相信我们可以来向Yumans 来了解更多关于说 究竟呢 它的创业理念是如何 以及呢 如何真的在这个直播领域里面 可以占这个一席之地 我们广告后呢 再来聆听Yumans 下网的分享 我们广告后再见 回顾四十年 上海努力不懈的立足大拉 观望世界 推动马来西亚 中小型企业发展 趁着四十周年在即 这记录中的时刻以前 我们希望打开更广阔的受众群 成就美式一桩 上海联合亚太企业家名人堂 邀请各大领域的成功人士 到直播间亲神说法 让观众们 邻居里吸收楷模们的创新思维 让每一则即时型的激励故事 陪伴大家不做第一 却是唯一扎根二十一世界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欢迎收看第四季 上海名人坊 在我们现场这里呢 依旧有来自Rixman 创办人 以及大家都非常认识的 我们的虾王 YouMan在我们的现场 又回来了 我们又回来了 记得还是要like and share 这个才是重点 你们懂啊 是 所以刚刚我们就聊到很多 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 周围的粉丝也会非常的幸福 因为常常有礼物可以送 一个月送一百千的礼物 那我们一个月的销售 就是可以多达多少呢 我们平均的销售 我们的销售 至少有250万到350万左右 好棒哦 平均每个月都会 平均每个月都会 至少有250万左右 哇 非常好的成绩 那需要有多少团队成员 来处理你的业务呢 现在目前是有30多位 其实我们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因为陆续去每一天 我们的营业我们都在增长 基本上到现在每一天 我们都在增长我们的营业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一直会再增加新的人 也当然很感谢我的团队 现在目前的团队 天天跟我们OT OT到晚上 真的是从早上10点 做到晚上12点 哇 团队主要的业务 是做哪一个分配 我们都有很多部门 我们有客服部门 是 有出货的部门 嗯 有 account的部门 嗯 然后有直播团队 是 有包货 包货的部门 包货部门里面都有几个部门 一个是在拿货的部门 订货的部门 然后还有 很多 很多东西我们都有重新包装 很多 我们基本上 十样海鲜 八样我们都有重新包装 主要原因 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要企业化 我不只是把我买回来的东西 我们这样 就 给顾客 比如讲我买回来的东西是一大包 两公斤 三公斤 一大包 就 普通家户是不可能 一次过吃三公斤的鱼嘛 吃不完的嘛 所以我们会 整个把它重新 每一包只有三百克 其实这个东西是 很浪费 第一浪费我们时间 浪费我们的资源 因为每一包 每一包 我们 就至少 花多一块到两块的成本 一包 所以 因为我们 我们的 我们的量 我们销的量 我们的海鲜销的量 其实现在目前 在直播行业里面 全马 都是 最高的销售量 就是说 我们销量最快 一个月是超过六十吨 至少六十吨以上 这样其实也间接 也在 同行里面 有了一个改革 对不对 对 因为毕竟说你的 销售很高 就好像 我们说 GRAP卡在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也是造成了 这个得事业的一个改革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做法 因为时代的不停的进步 对 那我们说回团队 刚刚你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个字 就是企业化 那我觉得说不管是什么行业 只要你能够帮它企业 而不是说只是纯粹直播就好 我的人做生意 我是很果断 当我一踏入这个 我还没做这样 这个生意之前 我是开这个火锅餐厅 当时我跟我的朋友说 我想我下一个星期我就开直播了 所有人都会 很好奇 张大一个眼睛 你开直播 直播是一个part time 晚上 都是晚上你才可以开的 就是赚一个 extra income 而外收入你晚上做了一个生意 而不是你放弃所有东西去做这个事情 对 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优点 或者有优点和缺点是在中间 因为我的人第一很执着 我宁愿不听人家给的意见 因为我不要给他们摇乱我 因为有A的朋友 还有B的朋友 C的朋友 然后Z他们都会不一样的意见给你 要做的不要做的 还是做一半不要做一半的 所以我宁愿不要听我 目标是很直接 因为在直播行业这个是完全没有历史的 所以我们就在想着 如果我能把这个行业企业化 一天一个月我们要做几百万生意是 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达到过百万生意 一年已经过千万了 这个已经足够让我们 很企业化我们的生意 因为在现在 因为直播是一个趋势 那时候我是看到直播是一个趋势 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去 真正去了解这个行业 但是那时候 那时候的我们是很准确 目标很明确 非常好 我是在一个月两个月里面 我把所有的火锅店关到完 真的 我专注做我的火锅店 这个讲出来也没有人心 我们是谈好了 因为到最后那个火锅店我们是 直接很准确的 直接那在 我们在一月 还没有到一月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关闭倒闭 其实我的火锅店很多顾客量 顾客量都会倒回来 为什么你们倒闭 其实倒闭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以前走过来的路就是说 人如果你同时间磨 磨砺十把刀 总不好过我们只磨砺 专注磨砺一把刀 那十把刀会不理 这是我以前经过的经验 因为我们那时候算是更年轻 现在也是很年轻 那时候算是更年轻的时候 我们从一步一步一步走来 为什么我们的生意不企业化 为什么我们的生意做不到 因为我们会在 一定要在错误中 我们经过失败中 慢慢去学习 原因是为什么 我看到的原因是 我们不够专注 看到什么好的我们就要做 看到什么赚钱的我们也想做 只要我们有钱投资 我们也会去投资 我觉得过了之后 我们是不应该 我不应该这么做 去管理一样生意 我不应该去选择 我的方向是这么做 所以我一定要 切掉所有我的生意 专注做一个事情 但是这个是很狠的 因为这个也很考胆量 坦白讲 因为毕竟是一间店 一间店我们有 我有几十个员工 我有几十个员工 我们整间店 然后那间店是我本身 我还有一个我的股东 去单身的 里面的recipe 火锅店的recipe 里面所有东西 都是我们一亲一手一脚做出来 而不是拿fanchise之类的 但是我们也是要一定要很狠的 一展我们就直接展到完 然后我们就直接转住做这个生意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分享出来的 因为这个事情是 当我经过之后 我觉得是真的很好 因为我真的可以模拟到我的刀 很劣 我是很专注 从早我做到半夜 到早上七点 载我女儿去读书 然后又做到半夜 所以我回家的时间都是四点到五点 七点八点我就起来 每一天都是要这样子过 所以可以感受到你是那种 没有后退 后路可退 所以你必须专注在直播这个行业 但是从中我也可以感受到 是因为正如你所说 你看到了直播是目前的趋势 然后你就破釜成舟咯 就是只能够完全专注在这一块 但是你做对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就是你把直播变成企业化 对 因为唯有企业 所以所有的业务它才可以有系统 有的 有个系统有方法 有策略性的去执行 你才可以让你的员工 看到你们公司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个很重要 至少有前景 对 所以我还蛮惊讶的 就是你说你为了直播的行业 把这个火锅店关起 因为人不能有太多后路 你会 你会依赖我们后面的后面的路 后面还有一座山 我们不会 怎样死也不会死那种感觉 因为后面至少还有人顶着我们 我们如果我没有后路的话 我会用 不是用一百巴仙 我们是用一千巴仙 我时常跟我伙伴们说 我们要用 我们用我们的力量做工作 不是用一百巴仙 一百巴仙是不够的 我们是用一千巴仙的 用是权力 一千巴仙权力去做一样事情 可是照你这么说 因为一定是有经历过一些 什么样的挑战跟挫折 才能够磨练你有这么坚强的意志力 是不是在过去的时候 有经历过一些难关呢 一定会有啦 因为没有失败过 还会成功 如果还没有失败过的朋友们 很短暂的时间 就达到你成功 你要的你要的业绩 你要的成绩 这段路你是不懂 没有比失败过的人会走 因为你一定要有失败过 有低落过 有进入最低谷的一段时期 我们才有办法 因为那时候你的 就是最考门人的意志力 如果你的意志力不够强 你的脑袋不够强 一百巴仙是没有办法过得到 因为我当时 当时情况其实很惨的啦 在什么时候啊 当我开着火锅店的时候 火锅店应该开了一年 一年一年半左右 当时火锅店还蛮赚钱的坦白讲 我的店都是排队的以前 天天排队 然后 我们几个股东 我们就投资了一个生意 到最后是 是投资失败的啦 我们就负债五十万 一个人负债四到五十万 所以 当时我才二十三岁而已 我有一个女儿 我有老婆 我有家里 我有所有的负担 但是那些还不重要 那当时我是用完我全部钱去还完它 我都还欠几十万的一个 一个负债 突然间 一 一夜之间就好像负债累累 这样 完全和以前我一直来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想起来都很惨 其实有一年 我的火锅店还有做 但是那一年我们是 跑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去开了一家广告商 就是说我们接了一个 拿了一个广告来做的 头头的时候 我是跟一个朋友上到去槟城 因为 钱都没完的嘛 单单靠火锅店 我们是没有办法还完 还完这笔账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事情做 找多几份工 去快速做完这个东西 还完这个债 我就去到Binang 我很记得有一晚我们去到Binang 就谈着这个广告的东西 就见一个老板 然后我们去谈 要怎么合作 身上很记得我剩下七块钱而已 其实是懒惰案情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是完全没有钱的 我剩下七块钱 我去到Binang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Garney Plaza 对面有一个妈妈 我就还没有吃晚餐 坐我朋友车上去Binang 就想到不要吃钱 因为剩下七块要去按钱 因为本身我有皮肤敏感 我没有 我都要长期吃一个皮肤敏感的药 那药大概在10块11块左右 就不够钱了 ok 那去Garney Plaza 按钱咯 找了Pharmacy 我就去按钱 当我按50块 是not efficient 人生中我是第一次按钱 是not efficient 是按不出的钱 我就想应该50块按不出 应该20块还可以按来买药 没有吃饭不用紧吃 因为整身痒很紧 封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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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去买药 再按20块 是没有得按的 是不能按的原来 不能按10块 ok我就 拿卡出来就不要按 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就到最后 我要没有吃到 回到去 因为星星很低落嘛 我在想 是不是真的用完了我的钱 真的是没完了 一分钱也没有了 剩下7块钱 又在bning 又不好意思跟朋友讲嘛 没有可能跟他讲嘛 按不出钱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没有跟他说 他问我为什么不吃饭 就今天没有很舒服 不是很想吃东西 就一整晚都没有吃到东西 没有吃到药 整身都很痒 其实那个 那个感觉是很 超级超级深刻的啦 因为 会问自己为什么 突然间自己会变到这样子 突然间那时候 就因为自己的冲动 就会变到 然后那个结果是这样惨的 然后再想着 当晚其实心情很难平复啦 我驾车二二回来 我人生中应该没有 我不是哭那一种 但是我人生中 眼泪流下来的也没有几次 我是比较坚强的那一个 但是我回到 驾车驾车坐着坐着 眼泪真的会流下来的 因为真的是 突然间一无所有 然后老婆还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女儿那时候应该 还笑 两岁还没有到 所以就在想 应该怎么去过这个事情 我应该有 待在家应该两三天没有出去 完全没有出门 买面包吃了 就感受好像 在 其实很低落 但是我同时低落 我 我是有一把力量是跟自己 自己讲啦 我起来我就会 我一定会跟自己讲 其实这个 这个二十三岁 能 经过 这么多东西 甚至更大的年纪 也没有 没有办法 经过这样的事情的 我觉得第一 这个是一个经历 不是一般人有的经历 是上天给我们的考验 考验我的实力 因为我 我当时啊 回来那两三天 我是没有出去的 我老婆还没有 我老婆都还没有知道什么事情 因为 因为 你不敢说嘛 你一定会吓到他嘛 哇 平时的生活都还OK 突然间我们 是 没有钱吃饭的那种 老婆没有做过 那时候 完全是完全 完全没有钱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跟他说 但是我在 在 一直在讲 我是一直跟自己讲 如果 这一个关 我能过得到 我一定会比现在至少好 十倍 至少会好十倍 以上 因为这个是一个 人一定是到低谷的时候 谷底 一定会反弹嘛 这个是理论来的 没有人 会直直一条线的 一定有下有上 直直一条线就刮了 对嘛 所以我们就 上上下下的时候 只要你下到最低 就一定有办法上到最高 但是你要 然后 怎样用 这么短的时间 当时我是跟自己讲 我至少在三年里面 我要 还完所有的债务 我要重新我的事业 那时候二十三岁 我想二十六岁还不吃 二十六岁还是很年轻 三年我可以做到完全不东西 就一年还十多万债的 还得完 我们本身 我们自己的开支 我们能销得到的 我目标是三年的 但是很意外 因为我们就谈了一个广告的项目 回到来我们是做销售的 因为一直来我们都是做销售嘛 我们是有想过回去做银行的 以前 但是到最后我们决定了 我们就 OK我们就跑去做这个广告 我们就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马上卖广告 我们一间一间店进去 好像以前我们卖信用卡 一间一间店 我们在很多地方 我们在嘎嘣 到时候我们公司在十人半 多多多多多多多就是走 帐门敲门 进去敲门 然后跟他说 我们是做广告的 你们店需要广告 然后我们就帮他做 开始我们是做一百块一个而已 所以一天我们是可以做得到 十到二十个顾客的 当时我们是守陷阱的 当时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这样还可以 我算了一笔账 这样还可以做 我们扣完所有的东西 我还可以还完我的债 我就每一天每一天 我们去这样子多多多 当时这样没有钱 已经到谷底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班一个团队 不多人 但是五六个人 我们还可以一起去跑这个生意 随着那个生意到现在 我们是没有做 因为那是短暂的广告企业的 但是 至少这样东西 我们也经过 天也是给一个考验我们 就他给我这个难关 也给了一点小机会 我 不会说赚大钱的机会 但是 他也给了一个小机会 如果你会把握 这一关我们还可以过 如果这一关 如果我不肯去多多多 我害羞 我不敢跟人家说 我不好意思说 因为我们抱着一个心态 人是不能不好意思 我们不能不好意思说道歉 不能不好意思说做所有事情 所以我就抱着一个这样的心态 去熬过这一关 因为这一关是很难很难难过 对一个23岁的人是非常难过 没有这样简单 我都没有欠银行一分钱的人 我会突然间欠几百钱 所以这个事情不简单 不容易过劳 但是我们当一过完之后 就更好的祝福就来了 其实很特别 我还东西还到 当个月 当个月又还完了 我的广告公司下一个月就没有了 然后我的火锅店开始就没有那么好声音了 又是没有钱进来 债已经还完了 但是没有钱进来 我们也是要给开支 那时候又是一段时间 应该两三个月左右 不会长 在那一段时间 我们就一直摸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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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说 其实上天也是很厚道的 因为呢 他不会给你完全的一个死路绝路 因为他一定会留一闪床给你 对不对 那我觉得说 刚刚你的分享非常好 是因为 可以让很多人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面对困境 但是可能是有时候是小的 有时候是比较大的困境 有大的挑战 但是无论是大小都好 只要我们勇敢地跨过这一关 更美好的祝福 那就赢了 就好像今天你说到 当你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 很惨痛的经验 所以你在 在往直播领域发展的时候 你才可以下定决心 就直接关掉你的火锅店 因为你知道说 不要再像以前一样 重蹈覆辙 就是要完全专注在直播 只可以磨砺一把刀 然后才能够把这把刀呢 就是可以做到更好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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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们不能怕输 第二一定要坚持 因为生意不可能 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 就一定会很好 所以这是我们思维上 我们应该怎么去坚持有一个信念 你的目标 因为只要我们有目标 我们才有办法坚持 如果没有目标的朋友们 你一定要设定一个目标给自己 在一年里面 两年里面三年里面 我们要做什么 如果在这段时间你没有一个目标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坚持 因为你没有一个坚持的理由 所以我们 因为在从中我们是学习到 我学习到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创业了 如果你成绩来得很快 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太开心 应该要保持基本要的危机感 因为成绩来得快的话不是必然的 我们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如果成绩来得慢的时候 我们也不用担心 因为失败一定是接近成功的 最接近成功的一条路 所以这是不怕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如果你要创业的时候 你首先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出来的时候 是一出来创业 比如讲同行A还有B 你不要一出来就要打败你的敌人 所以现在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才可以真正地做好我们这盘生意 真正地自我自律去管好这盘生意 自我 全部要自我先 不要去向外面 就先专注做好自己最重要 对 有时候太多的声音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专注 所以不要理会别人这么说 对 把自己心中最坚持的那个理念 信念 专注地做好 那就不会被他人所影响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的下方 在节目上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收获 因为第一点就让我们了解 原来传统的事业它可以这么的创新 可以让大家通过直播的方式 将它企业化赚到更多的收入 同时专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把武器 一把刀 所以做任何事情不要去三心二意 我们要专注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做好 企业化 就可以有更多的收获 也可以把我们的人生可以影响更美好的未来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很谢谢虾王 Yumaz来到我们的线上 然后和我们来了解来分享 所以其实我们在虾王的身上 Yumaz的身上 就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创业的魄力 我们也希望我们线上的朋友 也继续来留守我们上海名人坊 一起向更多的名人学习他们这个创业的故事 创业的旅程 那每一集的上海名人坊 也会有非常棒的嘉宾 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让我们一起来留守我们下一集的上海名人坊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